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高能韩剧《复仇吧》精彩内容。 上集我们讲到车利贤因为错过时间,没能上船得以逃过一劫。 海拉被非法器官组织软禁,索性获救。 回到自己的住处,继续做直播,与观众们直播交流,讲述自己的遭遇。 敏俊驾车前往海拉住处,她非常担心海拉,见到海拉后,难掩关心之情。 海拉与几个朋友聚会,直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引来全民关注。 敏俊来找海拉,跟海拉一行人一起喝酒。 晚上,海拉与敏俊见面,商量以后的发展方向。 李哥晚上出行被人从后面偷袭,拿走了李哥手机。 海拉接到了李哥发来的提出与海拉见面的信息。 海拉看完信息决定跟李哥见面,敏俊劝说海拉打消与李哥见面的念头。 本集一上来,就揭露了一直在追阿贤的纹身男身份, 正是老黑和他的手下大壮。 上集中老金收到了那个包裹,正是阿贤在这个时候寄出的。 里面的信息是关于海拉的孩子佳文,姓氏则是和老金同信。 剧情到这画面一转,老黑放倒了李哥,用李哥的手机发信息,逼海拉来见面。 还扬言如果赶不来就对佳文下手。 顾子心切的海拉,被敏俊拦了下来, 后者痛批海拉冒冒失事,不懂好好照顾自己。 接着两人一起下楼,埋伏在一旁的老黑正犹豫是否动手, 破路的警车吓走了他。 海拉这边次次联系不上李哥,赶紧和佳文视频, 确认孩子没事,这才松了口气。 敏俊则通过楼前的监控,发现了老黑驾驶的可疑车辆。 他打给阿浩询问要如何查到李哥,得知没有搜查令,非常难办。 同时他还打听到讨债公司目前抓捕已经告一段落, 目前落网的都是小鱼小瞎, 这些意料之外的不顺利,让敏俊有些凝重。 此刻,老黑找上金姐,一段狗血战争浮出水面。 之前,李哥因为和金姐决裂,暗地里找人搞臭金姐, 却不料对方压根就是金姐的人。 金姐不甘示弱,直接让人联系了老黑对李哥下手。 这个女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老黑都因为家人问题受到胁迫,被金姐玩弄为组长之中。 老黑因为最近的事件,给金姐惹出大麻烦, 诚惶诚恐地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金姐则说出了一段异未深沉的话。 与此同时,金姐口中的老狐狸老金正在发呆, 他先前找出阿贤寄来的包裹。 阿贤在包裹里留言说,自己生了老金的孩子, 目前拜托给后备照顾,要老金必必找到孩子, 好好保护他。 随性附带的还有一份出生申请书。 这是新妇高密书来访,打断了老金的回忆。 高密书正在全力追查阿贤的下落。 同时,他还给老金带来了一个消息, 阿贤既包裹前后,金姐正在美国, 应该不知道阿贤孩子的存在。 老金感慨金姐还是活得太顺, 如果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 争宠,现在一定更加能干。 隔天海拉站在窗边,正好看到敏俊来上班, 想起昨晚敏俊责怪她,不好好照顾自己。 海拉忽然有些没来有对羞涩和紧张。 此后,海拉调整好心情, 准备为新案子忙碌,还给小兰也分配了任务。 没想到这小兰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昨晚意外看到了, 海拉和敏俊的暧昧对峙, 当下终于被她找到机会疯狂开车。 很多爱情是从担心一个人开始的, 从牵手再到牵其他东西。 说到这,小兰眼中闪动着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 海拉为了聚集不被禁播, 赶紧打发小拉去工作。 随后海拉和敏俊一起出任务时, 敏俊一边聊着案子, 一边拿出一份禁止吕哥接近家闻的申请书, 并表示, 如果能拿到吕哥的暴行证据, 法院做判决的时间会更快。 小白看着车后坐的两人眼神有些担心。 随后, 海拉和本次案件的委托人红进行了谈话, 这个男人的妻子红嫂, 经历过黑暗的职场后不幸病逝。 红嫂是老金集团公司保险业务的一名工作人员, 公司推行了一款保本型的保险产品, 红嫂卖给客户后, 问题出现了, 这款保险并没有公司说的那么安全。 陆续有亏了本金的客户, 找来公司投诉它, 公司则把责任全部甩到了红嫂身上, 硬是说, 他在介绍产品时没向客户说清楚, 最后公司不仅要回了红嫂的业绩奖金, 还把和客户的解约赔偿都算到了他头上, 反过来欠了公司钱。 不仅如此, 红嫂后来还查出了癌症, 她早前买的保险竟然被指诈骗, 遭到诉讼。 仅仅因为她在查出癌症前买了大量保险, 但保险业务员有时候业绩不佳, 拜托家人、朋友或者自己掏钱买保险都是常态, 这保险公司根本就是各种借题发挥。 海拉和红哥谈话, 期间红哥六岁的女儿小红突然昏倒, 命运一直不肯放过这家人。 之后, 海拉根据红哥的指令来到监管保险业务的金融监督院, 这里聚集的大量像红嫂一样, 被坑的保险业务员示威抗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正在公司给员工打鸡血的老金和金姐。 与此同时, 多个支线同时展开, 阿诚意外发现老黑的行踪, 偷偷尾随。 小兰去看望了父亲, 并询问起当年被保险所赔的事, 但小五郎先生却守口如瓶。 原来, 当年小五郎接受委托出任务时, 因为乱丢烟头, 引发大祸, 造成了很大损失。 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后, 就把针对小五郎的讨债权转给了讨债公司。 当时小兰本想让父亲说出出任务时那个委托者的信息, 寻求帮助, 但到最后, 小五郎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另一边, 老金和金姐在外面做活动, 建立人设, 变成了年纪的老金, 因为活动太紧凑, 身体逐渐有些吃不消, 等到他去下一场活动时, 才被高秘书告知, 本来刚刚的活动是后天的, 因为金姐说后天没时间才调到今天。 正说着, 忽然一堆记者出现, 围住了老金身后新来的一辆车。 看起来金姐又在憋大招。 此刻敏俊、阿浩、 小白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老金。 阿浩带来了过去五年, 检举老金公司的信件, 敏俊担心有公职在身的阿浩 冲得这么凶, 有危险。 阿浩已经没有退路, 现在必须一块打慢连续出招, 及和更多被害者形成最大化影响, 让老金措手不及。 三人开始没白天没非夜地整理卷宗。 之后, 小白和敏俊回事务所时遇到小兰, 在小兰的指挥下, 搬了一大堆吃得喝的上楼, 小兰让敏俊杀鱼, 结果这两人都是不下厨房的人, 那笨拙的荧幕, 看了海拉忍不住发笑, 原来这些吃得喝的是小兰帮一位社长抓小三后, 对方非常感恩, 额外给的谢力。 轻松的氛围在聊到正题之后, 紧张起来, 和红嫂一样的保险人员, 在金融监督院是示威了三个月一点用都没有, 大家觉得应该把示威地点转移到老金公司的门前, 将焦点聚集在弱者身上, 吸引关注, 大家一拍即合, 决定主导这次活动。 饭局结束后, 小白和敏俊来到车里, 小白表情凝重地说道, 将海拉很努力呢? 海拉的努力也将她拉进了危险里, 阿诚询问她最近有没有感觉被人跟踪, 因为白天阿诚在附近发现了一个疑似老黑的人影, 小兰为了安全起见, 提议大家以后一起行动, 请可能避免落单被坏人盯上。 深夜, 海拉隐隐看出, 小兰性质不高, 疑问之下, 才听说了小五郎差点因为一个烟头遭遇的悲剧, 最后连这栋楼都卖了还债, 生活一度十分窘迫。 最让小兰气愤的是, 他们明明赔了钱, 却连详细的事件记录都没看到, 海拉夸赞小五郎的善良和小兰的热心, 真诚感谢来自身边伙伴的帮助。 她的真实情感将小兰从低谷重新拉了起来。 与此同时, 老金正在经历她的低谷。 今天, 她和金姐出席的活动, 总理的小女儿也在, 狡猾的金姐引来的总理, 支开了老金, 成功蹭到了一波总理的热度。 不仅如此, 最近这段时间, 金姐还和一位股东频繁接触, 老金一直瞧不上的女儿, 用组合拳打猛了老父亲。 隔天由于红哥忙着照顾生病的女儿, 传达信息时搞错了, 导致示威者又跑到了金融监督局门前。 海拉、 小兰、 阿诚赶紧前往通知示威地点变更。 在他们的介入下, 大家振作起来, 重新有了和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 由于车辆不够做, 很多人去搭了出租车, 海拉则和一些示威者坐上了红哥准备的车, 准备在路上再拍点素材。 这时, 天空飘起了雪, 海拉拿出相机, 看了起来, 殊不知一场恐怖的噩梦, 即将找上他们。 另一边, 正在忙碌的敏郡, 阿浩, 小白忽然注意到了窗外的白雪, 看看最近没空看新闻, 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于是打开了电视, 眼前的新闻让他们傻眼了。 海拉所在的车辆遭遇了车祸, 敏郡顿时坐不住, 匆匆赶往医院。 此刻, 金姐的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本集完, 本集中终于证实了嘉文的身世, 名义上她是海拉的孩子, 实际上却是老金和阿贤的孩子。 老金居然还是敏郡的姐夫。 这条线通了以后, 本来可以顺利是成章的推理出, 当初是金姐为了继承权, 找老黑干掉阿贤和嘉文母子, 但高密书没有说, 当时金姐在国外不应该知道孩子的。 除了金姐还有谁有必须断掉嘉文的理由, 编剧又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 而这一切的幕后, 金姐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她要和老金争夺公司顶点位置, 甚至连总理还有公司重要股东都成为了她的棋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究竟海拉要如何实力逃生? 金姐还会做出怎样恐怖的反击? 围绕嘉文展开的争夺战? 还有,针对老金的复仇战又会迎来怎样的神展开呢? 咱们下期见!